第八章语句函数 8.1解语句函数的概念 在第三章当中介绍了内部函数 Fortion把常用的运算 比如说起由平方根绝对值三角函数 编程内部子程序 当程序当中出现SQRT、ABS、SRN、COS等函数名时 系统自动调用其样的内部子程序 以完成所需的运算 这对用户是很方便的 但是除了需要内部函数以外 还会用到一些其他的运算 特别是在一个程序当中 多次用到同一个表达式的运算 这时内部函数就无能为力了 用户必须自己在程序当中定义所需的函数 即用户自定义函数 然后像引用内部函数一样 引用这函数 比如说求函数Fx等于S平方加S加1 加S等于1、2、30的值 那么可以把这个函数表达式定义成一个语句函数 定义成语句函数之后 在程序当中可以求出来S等于1的时候 这边的S等于1的时候函数是多少 S等于2的时候函数是多少 S等于3的时候函数是多少 那么程序当中如果是多次使用了这个函数表达式 那么可以把这个函数表达式定义成一个语句函数 那么比如说语句函数是Fx等于x乘以x加x加1.0 那么这个语句函数的定义性是这样的 那么调用的时候跟调用内部函数是一样的 这个语句函数的名字F QR当中它需要几个参数 那么对于这个FS这个函数来说 它需要一个参数 比如说需要一个行参X 把行参X的值复乘1.0 X的值复乘1.0 算这个表达式 比如1.0乘1.0 加上1.0 加上1.0 如果S的值等于2的话 说明行参值等于2 那么2带到这个函数表达式当中 算成这个表达式 那么FQR2.0 现在是把这个表达式的值算出来 那么打印出来 回到Hotchen 建一个程序 刚才那个例子是 Fx等于x平方加x加1 这是一个简单的表达式 如果用语句函数来写的话 应该是 首先是语句函数名字 加来括号 括号当中给出这个语句函数 需要几个变量 需要几个参数 那么在定义这个语句函数的时候 给出这个参数 比如说x 像是形参 需要一个形参 这个函数表达式的关系是 x乘以x加上x加1 代表这么一个函数表达式 那么通过这一行 就把这个语句函数F 它需要一个参数 需要一个虚参 x定义出来了 具体的运算是x平方加x加1 那么这个语句函数定义完之后 可以在乘积当中调用 那么这个例子是求一下 当x等于1,2,3的时候 这个函数F的值 可以来直接打印出来 print sin动画 把这个1负给形参X 相当于s等于1 算率表达式值 通过这个f括号1 把这个函数表达式返回来 再print出来 打印出来 接下来是f2 f3 简单调用一下语句函数 只不过C层X的值分别是 1,2,3 将一个值带到这个表达式当中 算出来函数F的值 那么一个程序简单设定一下 语句函数 按结束这个程序 保存一下编译 有一个错误 好 actual argument number 1 to statement function f has the wrong type to statement function对于函数表达式f 那么f是一个语句函数 是一个函数 实际的参数 实际的参数 把这个1这个参数 把这个1这个值啊 不是参数 把1这个值负给行参X 它认为has the wrong type 比如说这个1 是错误的类型 因为这个语句函数定义的时候 没有显示的说明X的这个行参的数据类型 那么按照暗议规则X的类型应该是实行 实行 那么函数的返回值 通过这个函数的名字 与其函数的名字F 按照暗议规则 函数的返回值也是一个实行 X平方加X加1 那么算数的结果应该是实行 实行 这样这块写成1.0 1.0 1.0更加严密一些 那么所以要求这个行参X的值 必须是一个实行real类型的 所以你给它传一个整形 整形这个常量 1 附给一个 嗯 类型是实行的 这么一个虚惨X是不允许的 所以你给这个1.0 转移成实行 2.0 实行 这个是个3.0 保存一下编译 这就没有问题了 因为这个X类型是实行 所以你给它一个实数的常量 带入这表 接近一算 得到是一个实数 然后没问题 2.0 3.0 都是实数 保存 编译 链接 运行 那么这是这个打印的结果 比如说 S等于1.0的时候 带到这表是 1.0乘1.0 加上1.0 再加1.0 结果是3.0 然后 F等 F 括号2.0 S等于2.0的时候 带入这个表 是算在这个表 是指示 4 之后 是4 加上2 加1 得到结果是7.0 3的话 9加3 加1 是3 然后得出来的运行 结果是实行 然后real类性 没有问题 语句函数定义语句 比如说定义语句函数的语句 是非执行语句 作用在于定义 fx 语句函数fx 和自变量x的函数关系 就是函数f跟自变量x的关系 计算f括号1.0 是将1.0代替语句函数定义语句当中 等号右侧本RX内的参数RX计 比如说算一下 f括号1.0 实际上是把这个RX当中等号右侧的RX值 用1.0进行带 算出来的结果 这个3.0就是作为这个 语句函数的返回值 那么语句函数必须先定义 才能引用 第二解释定义语句函数 那么语句函数的定义形式是 最一般形式是这种形式 f是语句函数的名字 语句函数的名字 如果它需要几个自变量 在这个括号当中 通过这个逗号隔开 若干个自变量 然后这个实例是N个自变量 等号右边是表达式 E代表是expression表达式 那么表达式当中必须用到了 这个自变量表当中的所有变量 在E当中必须出现 必须出现 如果你E当中只出现了自变量 比如说这个N自变量当中的一部分 没有用到某一个自变量的话 那么在括号当中不应该包括 没有用到的 在E当中没有用到的自变量 如果你有字变量没有用的话 在编写的时候会报错 比如说求1月2次方程 根的语句函数可以定义如下 1月2次方程通过ABC 就可以确定 所以这个root1这个语句函数 相当于是语句函数的名字 它需要三个字面量ABC 那么算根的表达式是 2分之负B 加上根号下B方减CC 这要求B方减CC 大于0的情况下 可以用这个语句函数来算根 那么这个例子 比如说可以回到Fortune当中 Fortune当中可以做一下这个例子 这是求1月2次方程的根 用语句函数来算 首先语句函数应该是先定义 比如说语句函数名字叫root1 它需要三个参数 ABC对应于1月2次方程三个C数 root1代表1月2次方程的一个根 比如说B方减CC 如果是大于0的情况下 它的一个根是2分之负B 加根号下B方减CC 一个是减根号下B方减CC 所以先把这个加根号下B方减CC写出来 2A分之除以个2A 把分母也扩起来 2A分之负B 加上根号下SQRT 这是一个内部函数 系统已经定义好的一个SQRT 求平方根的函数 作为内部函数直接来引用就可以了 SQRT B方减4AC 2分之负B加减根号下B方减4AC 是吧 B方 B星星B B星B 是吧 B星B B方减4星 A C C C 2分之负B 加上根号下B方减4C C 这里没有明显声明A B C和ROOT1的数据类型 按照安规则有隐含规则 那么A B C和ROOT1的类型都实行 都实行 并且在这个右边改达式当中A B C都出现了都实用了 那么第二根是ROOT2也需要A B C三参量 只需要把上面ROOT1的表达式copy一份 粘过来把这个加号改成减号 R1分之负B减去根号下B方减4AC 这是语句函数的定义 应该放在所有可执行语句的前面 接下来 声明integer 声明三个变量 1-2方程的系数 A B C声明出来 声明成实行A B C 接下来读进来ROOT 把A B C读进来ROOT A B C 接下来读进去判断一下B方减4AC B方减去4倍的A 再乘以C B方减4AC是否大于等于0 这一点大于等于0的话 一样的话应该是0.0 因为A B C都是实行大于0.0 如果大于0.0的话 那么应该B方减4AC大于等于0 有两个十根 那么可以用这个语句函数ROOT1和ROOT2 把这个A B C A B C 实餐 实餐值 传给先行餐 A B C 那么这里很巧合 实餐A B C 跟行餐A B C 通名了 通名了 当然不同名也可以 那么同名情况下 大家应该清楚 这个real A B C 这个相应是实餐A B C 调用ROOT2的时候 把A B C的值传给他 相应是把实餐A的值 负给行餐A 把值负给A 把值负给A 是让自己一个实餐 一个行餐不同的概念 如果B方减4AC大于0的话 那么第一个根是ROOT1 可以算出来第一个根 把第一根打出来 可以把第一根存到一个边面里 同样也是实行 X1代表第一根 X2代表第二根 X1等于ROOT1 把实餐A B C 传进去 把实单词负给行餐A B C X2 ROOT2 A B C X2 X2 是说明这个B方减4AC 是小于0的 那小于0的话 应该有两个负根 那么用这个语句函数 来算就不对了 所以这种情况下 直接打印一下 有两个负根 这么一行文字就可以了 也有两个负根 结束这一笔句 andif 最后把这个两根打印出来 print x 这个打印的话 最好是在这里打印 算出来 x1 x2之后打印出来 print x1 x2 最后给这个程序一个and 结束这个程序的运行 报处一下编译 三个抽 sintax error 以法抽 else without if then 那么 if then else 给予程序的出现 这块 扫then 给它一个then if 这个条件成立的情况下 执行then当中的三条语句 如果这个条件为假的话 执行else部分 princing有两个负根 保存一下编译 链接 执行 比如说一个abc的值 比如说是1 2 1 2 3 那么b是2 b方4 减去4ac 是小一点的 小一点的话应该执行这部分 执行else 这个分支 回车 有两个负根 两个负根 执行else部分 接下来要让它执行zine部分 重新运行一下这个程序 b方-4ac 比如说 比如说 a是1 b是4 c是2 b方16 减去8 是吧 大于0 有两个 10根 然后回车 那么第一个十根是-5.8几 第二个是-3.41 这个是e的-01 也就是10的-1次方 第一根是-0.58 第二个是-3.41 通过第二个预计函数 root1和root2 并且把语句函数当中的行参ABC 通过这个13值 付给行参的值 在这边是进行运算 这个结果返回存到相应的变量x1和x2 所以大家在使用这个语句函数的时候可以看作是内部函数一样已经使用就可以了 比如像球队JBS或者SQRT这样的内部函数 它也需要参数 并且它会返回值 语句函数定义语句当中的虚参只是自备量符号 用来在形式上表示右边表达式当中自备量个数 自备量类型和在表达式当中作用 它不代表任何值 因此函数定义语句写成以下两种形式作用完全相同 fx等于x平方加s加1 或者fy等于y方加y加1 那么写成x跟写成y 这里定义语句函数的时候效果是一样的 那么xy的类型都是实行 并且表达式都是一样的 都是某数的平方加上某数再加1.0 这种关系 所以定义这两个语句函数实际上是一种语句函数 同一个语句函数 计算不代表实在值 可以与程序当中的变量同名 比如说fx等于x平方加x加1 这是一个语句函数的定义 接下来在程序当中 出现了x等于3.0 那么这个x可以是看成是一个变量 看成是一个变量 它跟这个语句函数当中的x是不一样的 这里的x只是一个虚参 而这个x等于3.0当中的x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变量 它的类型是一个弗形 相当于是给它负一个3.0的值 接下来把x加上3.0除以2 把结果负给y y的值等于38.y的值等于3.0 再来是调用一下这个语句函数f 把1.0负给x 加上f2.0 820负给x 带到对表实际运算 把3.0带到对表实际运算 把这个结果加在一起负给z t等于fx 这个相当于是把x变量里的值 实际上是一个实参 把它的值3.0 付给语句函数当中这个x 形参x 就是x当中值也是3.0 带到对表实际运算结果 其参的类型可以用隐含规则来说明 也可以用类型说明语句显示的说明 如果你不显示声明 比如说这个语句函数当中 x成类型的话 按照隐含规则 它应该是real类型实行 当然你可以显示 声明这些x是一个整形 也可以比如说在fx的前面 用一个integer语句 integerx 声明出来这些x是一个整形 也可以 若在同一个程序单元当中 有于虚仓同名变量时 则虚仓和该同名变量 都具有类型说明语句 所说明的类型 说明的类型 在语句函数跟语句中 E是语句函数 比如说这个语句函数 如果有n个字变量的话 所代表的算数 逻辑或字数数表达式 在表达式当中 除了必须包含有关虚仓外 还可以包含长量变量 数字元素外部和内部函数 可以定义过的语句函数 第二小解释 定义语句函数应该真心的规则 总共有五点 简单给大家说一下 当函数十分简单 用一条语句足以定义的时候 那么采用语句函数的形式定义语 定义这个函数 语句函数定义语是非执行语句 它应放在所有可执行语句之前 和所有的说明语句之后 比如说语句函数的位置 第一点说的是语句函数的应用领域 比如说函数的关系十分简单 用一条语句足以表达的时候 用这个语句函数来定义这个函数 关系表达式是非常恰当的 如果这个运算非常复杂 用一条语句算不出来结果 那么用语句函数是无能为力的 语句函数只在其所在的程序单位当中才有意义 换言之不能引用其他程序单位所定义的语句函数 那么下一章会介绍子程序 比如说函数过程属于两种不同的子程序 那么子程序可以看成是一个程序的单位 程序的单位 你在一个函数当中定义的 比如说你在过程当中定义的一个语句函数 在其他过程当中是引用不了的 语句函数也不能作为引用子程序时的实餐 也不得在external语句当中均出现 那么子程序和external语句会在下一章进行介绍 语句函数定义语句当中的虚参应是变量名 不能是常量表达式或数字元素 也就是说虚参只能是一个变量名 语句函数定义语句当中的表达式 可以包含你定义过的语句函数 比如说语句函数可以牵套 或者可以是外部函数或者是内部函数 内部函数指的是 比如说求平衡跟sqrt系统实现定义好的函数 是一些内部函数 外部函数指的是 下一章介绍的那个子程序当中 由用户定义的函数成为外部函数 而由系统定义实现定义好的函数成为内部函数 语句函数通过表达式得到一个函数值 函数名与函数值之间必须和复制规则一致 因此不能把字符型的函数值 负给非字符型的函数名 不能把逻辑值负给一个非逻辑类型的函数名 那么通过函数名 比如说函数名你要不显示声明它是什么类型的时候 按照暗议规则它是有一定类型的 那么表达式就是等号要面对表达式 指必须跟函数名对应的数据类型是一致的 那么不一致你进入复制的时候肯定会出现预法错误 比如说下面的函数定义是正确的 SumABC需要三个参量ABC三个需参 它们今天的关系是A加B加C 把它们三的核返回给Sum Sum代表是ABC的核 按照隐含规则的话Sum是一个实行 ABC也是实行 那么三个实行数加在一起的结果 仍然是实行负给Sum 这是匹配的 第二个例子是AVERABC 按照RN规则的话 按照隐含规则RN规则 AVERA跟ABC的类型都是实行 第二来SumABC 第二个人下语句反数Sum 把ABC传给这个行参 这相当于是 传给行参ABC 算出来结果之后处理个3.0 则到的结果仍然是实行 仍然是实行 把这个实行负给一个AVERA 函数名是实行的一个类型 这是允许的 IR 括号ID 有一个虚参ID 有一个自备量ID 等于MOD MOD是求鱼 内部函数求鱼 ID除以3 它的余数负给IR 然后这个函数名 余数名叫IR 它类型按照RN规则的话 它是整形 那么ID 按照RN规则也是整形 整数除以3的余数 那是整数 付给IR 它是允许的 一个整形常量 付给整形类型的 语句函数名IR 是允许的 Logical XOR XEXR Logical逻辑 XOR XEXR 是三个逻辑型的变量 接下来 XOR XEXR XE 的类型是Logical逻辑 XR 是逻辑 XOR 也是逻辑 那么用这个表达式 算出来的结果 比如说 逻辑量与或非在一起 最后的结果仍然是一个逻辑量 要么是真 要么是假 Darkis 观察一下这个 本阿斯的运算顺序 那么与或非 三个运算幅的优先级是 非是最高的 那么与是次之 Logical逻辑最低是或 所以这个阿斯要先算的话 应该先算 非X1 先算这部分 把X1取返 提下来再算 把X2取返 提完之后 再算对于部分 接下来再算右边这个部分 最后是算这个或 运算幅 把这个左边结果 和右边结果 和在一起 把这个结果值 付给XOR SSI XY 等于 按照 按规则的话 那么这个I是一个 整形 整形的一个 量 然后整形的一个 虚仓 X X也是 按照按规则 应该实行 Y实行 SI实行 那么AI AI AI的话 加上X加Y 是吧 那么AI 那么前面有定义 应该实际上前面应该给出一个 A这个语句函数的定义 A 它需要的 参数类型 应该是整形 是吧 前面应该实行定义好 按照按规则的话 A 这个代表是一个实行 加上X实行 再加上Y实行 得到三个结果量实行 复元I实行 是如允许的 而像这三个例子的是 不合法的 不合语法的 规定的 看一下 BOL 预计函数名字 它需要三个参数 I J K 三个行参 IJK按照I N规则的话 都是整形 整形 而B的话 按照按规则 它应该实行 三乘以I 是吧 三乘以I的J4 那么IJ都是整形 整形的 灿量 是吧 整形的变量 那么运算上的结果 仍然是整形 把一个整形 付给实行 BOL 这样是不符合 语句函数的 语法规则的 所以这个会报错 EST 括号 A 那么两个 行参 两个行参的名字 都是A 是吧 这是不允许的 那么括号当中 行参表 必须是不同的名字的 SB 括号B 等于1.5-S SF SF SFB 1.5-SF SFB 在这个SF 这个语句函数当中 右边这个表式当中 因为表呢 其本身 SF 这是不允许的 不允许语句函数的千套定乏 但是在这里引用别的语句函数是允许的 但是就不能引用自身 这也是不允许的 第三解释语句函数的引用 语句函数被定后 可以在同一程序单位中引用它 引用的形式跟引用内部函数是一样的 即使用13 有13的值代替虚参 有13值给虚参 13可以是与虚参类型一致的变量 长量或表达式 13必须有确定值 函数将13值付给虚参 虚参值跟13值是一样的 相等的 跟你表达式 跟你等号又跟你表达式 之间出函数值 那么这也是 现在是语句函数的定义 这一场定义 number 括号 mx 它需要三个形成 那么之间关系是m乘以intx 那么x是实行 取下整 再乘以m 再加上n 虽然它这个表达式的结果 类型应该是整形 这样number类型是整形 这是合法的 那么第二个时候 首先给出来这个 语句函数的名字 直接来括号 括号当中 如果这个定义的时候 它需要几个形成 给它几个值 是吧 给它几个实餐 把这个10的值 付给 就像是实餐 实餐是吧 实餐是个长量做的实餐 把10的值 付给m 比如m值是10 到底表达式 应算 n的值是20 x的值是3.57 3.57 3.57 那么 调用一下这个number之后 它运算的结果是什么 简单的在乘数当中实现一下这个语句函数 在乘数 n x m x t 是内部函数 求下x的整数部分 取出来 乘以m 再加n 调用一下 这个语句函数 number 把10传过去,20传过去,3.57传过去 最后把这个in的值答应出来 按照隐含规则的话 比如不显示声明这个number 它的类型按照暗规则 mn都是整形,x是整形 把x的值取整 在对上这个number的时候 把3.57作为实餐 把它的值传给x x等于3.57 取下整,取下整之后 取出一个3,3乘以m的值 m值是10 30,30加上n n值是20,得50 有时候in这个变量当中存的变量当中存的是50 把这50答应出来,看一下是不是50 保存一下编译,链接,执行 50 那么就是要隐含这种规则 来说明变量类型 当你可以显示的 生命一下变量类型 比如说你把 把这些变量都生命成整形 比如说 Number是整形 M是整形 N也是整形 显示生命一下 比如说 x是实行 real x 显示生命一下 这样也是可以的 保存一下 编译,链接,运行 结果仍然是50 没有问题 或者你不显示生命的话 你用隐含的 暗规则 来说明变量类型 也是可以的 如果这样引用这个Number 是错误的 错误在于 10,20 就是整形的常数 付给整形类型的虚参 这样是认识的 那么3 是一个整形常量 你自己付给一个 10型的虚参 是不允许的 比如说 把这个3.57 由10型 改成整形的话 再付给一个 10型的虚参 是不允许的 保存一下 编译 编译的时候 就会报错 看一下这个错误信息 actual argument 实际的参数 实际的参数 3 to statement function number 对这个 语句函数 主要语句函数 number 而言 这个数字3 has the wrong type 是错误的类型 因为它的x 需要 需要一个实数 你给它一个整数 是不允许的 所以给它一个3.0 保存一下 编译 链接 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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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用语句函数 求圆的面积 求圆的面积 是固定的一个关系 表达式 那么可以定义成一个 语句函数 比如圆的面积 比如圆的面积 有一个函数的名字叫 Area 那么圆的面积需要 一个次函数R 就是可以了 πR方 是求圆地面积的公式 πR方 按照隐含规则 这个A 这个虚称类型 跟Area 与其函数的名字 它类型都是实行 上来这个表达式的结构 也是实行 付给Area 是允许的 再来读进这个半径 把这个半径读进来 微星 把这个半径存到 比如说存到R里 调映一下 Area 把这个R 实称R的值 负给形层R 然后负给形层R 那么用例表是 把这个函数值算出来 负给Area 然后Area 那么可以直接打印出来 Princing 都化Area 把这个函数值打印出来 当你在这个定义 几函数之前 显示的生命一下 它们类型也可以 比如说Area 是real类型 实行 R也是实行 R也是实行 接下来进行 这个语句函数的定义 这样显示的生命 Area 语句函数名和 区残R的类型 也是可以的 保存一下 保存一下编译 连接 执行 比如说 卫星 都化R R的值比如说是1.0 调用一下Area 这个函数 把1.0的值 负给R 同意为R 是3.1415926 乘一个1.0 再乘1.0 那么Area 的值是3.1415926 把这3.1415926的值打印出来 打印出来 是3.141593 因为实行的有效位数是有限的 它把这个6.1415入 1415入 1415入到前面这个2里 是要变成3 变成3 那么这一章介绍的是这个语句函数 那么语句函数适应的范围就是 当这个函数关系表是用一条语句能够实现的情况下 只有在这种情况下 用这个语句函数 来做 就是把这个常用的这个关系的操作 用一个语句函数来固定下来 比如说 在函数当 程序当中 我引用一下Area 实际上 引用就是这么一个比较是 比如说 实际上 写出来这个 实际上 相当于是代表这么一个比较是 R 是吧 如果你程序当中 多次出现了这么一个比较是 比如说这个表是出现了好多次 你为了 你为了节省时间 也为了清晰起见 把这个表是定义成一个函数语句 语句函数啊 是吧 语句函数 AreaR 那么这就是语句函数的适应范围 这就是语句函数的适应范围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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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